针对社会广泛关注的退休延迟问题 人社部部长尹渭明昨天表示 目前有一个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和公式在流传 这是一种误读 那不是正确的方案 尹渭明表示 今年会推出方案全文 并征求社会意见 修改后再按程序推出 尹渭明表示 推迟退休等政策是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 如何让养老保险可持续发展 具体考虑的方向主要是区别对待 分别实施提前通知预先预告 而在今年的政府预算报告提出 养老金将上涨6.5%左右 虽然实现12连增 不过这也是自2005年以来 养老金首次涨幅低于10%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部长胡小义表示 目前6%的增长水平还是适合合理的 总理的政府公布报告里头 讲的是退休人员 不是像以往的报告里讲的企业退休人员 包括企业的也包括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 这个过去是没有的 这也就是大家所讲的 你过去是叫双轨制 现在你说并轨了 并轨了以后 至基本制度并轨了 待遇调整的政策 也是遵循同意规则 这样这个制度的公平性就更强了 就会双轨了以后 这样子就会双轨了以后 就会双轨了以后 就会双轨了以后 掌轨了以后 就会双轨的